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现在都很认真在学习 如何构建文明生态村 怎么样学习到这些 理论 与实物 当然我们说文明生态村也包括 构建文明生态社区 生态社区 这方面真的是需要大家深入学习之后 然后 练习的去做 练习的去做 来 现在你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现在今天就是让大家 把这两三天来所学的 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理论跟实物方面 大家可以提出来 现在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开始 OK 最近的郭老师 老师晚上好 好 我是两年字学员 郑伟林 我们又两年 即将毕业 然后两年在书艺的学习 真的非常感恩 从不了解自己 接近了解自己 然后也慢慢的 知道了自己生命来自大自然 也有了这样的使命感 特别是 通过这一期的 构建生态文明 生态村的 生态文明的内心 更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动力 就是在这里想 请教老师 就是 我们通过两年的学习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毕业了 就是 请老师给我们 指引一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像在书院这一方面理论的学习 然后怎么样能够 尽快或者是落地的真正的去走入 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人 感恩老师 走入真正成为什么人 生态文明人 就是 好 你们 在这边 学习两年 这算是很重要的打基础 打基础的阶段 但并不是说 两年学了之后 然后再来就万事就OK了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就都可以做到 并不是这样 前面这些是打个基础 当然你们也有在实习 也有练习去做 也有到生态村去 参观 跟实习 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过程 现在再来是 你们怎样去练习去做出来 第一 一个就是 你可以到 生态村 如果你 因缘可以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逐渐去规划 去形成 一个 小的 自然农法的农场 如果规模比较小 就是一个 自己 经营的 或是两三个人经营的一个 小规模的 自然农法的农场 也可以 规划 如果因缘可以的话 也可以形成一个生态村 形成一个生态村 当然 这只是一个选项之一 你有因缘形成这样之后 你要把理论跟实物做结合 并不是说你学了之后你马上就能够 做到做得好 一样我们要请 有 有经验的 这些前辈 或是比较资深的学员老师 来跟大家做回馈 做交流 也请专家来指导 这 实际自己去经营一个自然农法的农场 或是生态村 这是一个选项 但是很多人他未必有具足这样的因缘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去做 因为 另一个方向就是你好好地去推动 去推广 去推广 把这些理念 把这些理念 当然你自己也要多少要有一些经验 你把这些理念 透过你所能够推广的 管道 渠道 把它推展开来 有的是你到各处 有因缘到各处去跟别人 来上课 讲这些理念 有的是 有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一样可以在 透过网络 透过网络 来传播这方面的 讯息 或是自己 设立网站 应用各种方法 应用各种方法把这些理念 或是透过你的文笔 把它传播开来 或是把其他 我们的 学员 其他干部 他们不错的那些理念 一样 你可以把它引用过来 来传播 所以 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学好 学好 如何构建文明生态村 如何落实自然农法 为什么要保护生态 要为什么要保护生态 保护环境 你要把这些重点 以及它的重要性 要把它 传播开来 让更多人了解 这个迫切性 所以 做 并不一定自己 就要 花很多时间 精神 金钱 去经营 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态村 因为这个是要有各种因缘 但是 你 透过各种资源 去连接 去传播这样的理念 让更多人 一起来参与 这个是 影响力更大 影响力更大 当然如果别人问你 理论 你也可以做一些 回馈 问你一些食物 你 如果能够做一些回馈 那更好 如果不能的话 一样我们可以 请 我们的一些资深的学员 来做服务 来做回馈 所以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自己也可以去做 也可以 影响 更多人 一起来做 OK 好 所以大家要有个观念 并不是说 像有的人 他 好像就 我们学了 我们学了一些知识技巧 这个是个发财的技巧 谋生的技能技巧 我学了这些之后 那我自己就想说我怎么去赚到更多钱 怕把这些技术技巧 我们的主要目标 不是 以 赚钱为目的 你只要好好去规划 经营上 可以 收 收支平衡 可以来到有 造学功能 这个是没问题的 只要你好好规划 这个是没问题 但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要有这种 推广 推广 让更多人 大家一起来 这个理念 这个是超越赚钱 超越利润利益 那一种架构 我们要超越这个层次 你才会知道 怎么让更多人知道 甚至我们发布一些讯息 联络一些资源 让更多人了解之后 有些 从商的 有钱的人 或是有一些财团 或是一些大老板 当他们有这种 接触到这些资料之后 也会帮助他提升 也会帮助他唤醒他 心中的理想 心中的使命感 帮他唤醒过来 然后让他们更多人来支持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推展方向 不是说光 只是自己 站到 站到 第一线 自己实际去做 所以有很多方式 然后怎么样推展 这是更重要 好 再来 好 郭老师晚上好 我是这个 庞州 高兴庆 书院这边的一名一国 就是 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的 但是我感觉你后面都已经帮我回答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 咱们这个文明生态村 跟一般农场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就是 把文明生态村它的魅力省运 它的特别的意义在哪里 是 好 文明生态村跟一般农村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农村 你要问的主要是这个 还有它有什么魅力 对 对 好 这方面也 这也是蛮重要的问题的 蛮好的 希望大家好好的体会 现在的乡下 现在的农村 留不住年轻人 留不住年轻人 为什么 一般年轻人他认为 在乡下没有出席 做那些农活 一个是觉得赚的钱少 然后乡下现在 缺乏教育资源 缺乏文化 所以一般年轻人 他觉得 我想要赚更多钱 这个乡下做雾农 这个没什么钱可赚 一方面 一方面 因为 现在的乡下的农业方式 大部分都是喷杀农药 杀草剂 还有化肥 所以现在的农村 已经逐渐的 失去了乡下的那种风味了 现在的农村 渐渐变成 是一个 就好像一个工厂 农田 也好像 渐渐变成 一种工厂 农药 发肥 杀草剂 所以 大家在乡下 一方面 感受不到那种 乡间 乡村的那一种 浓厚的 乡村气息 而 是变成 农药 发肥 杀草剂 所以像这方面的话 这个 年轻人 他不太喜欢 所以有几种原因 一个就是农药 发肥杀草剂 这个用的太多 第二个就是 因为他现在的乡下的那个教育资源 很缺乏 一般教育的投资 都好像要集中在 在城市里面 拨付更多的教育 教育经费 大家集中到城市 这样好像比较进步 所以呢 年轻人他会觉得我到城市里面 去 工作 赚钱比较多 到城市里面去工作 生小孩 小孩子的读书环境 会比较优厚 教育资源比较多 所以 一般年轻人 就逐渐往都市里面去发展 有些把小孩子留在乡下的 因为他是外出去打工 没有 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家 所以把小孩子留在乡下 而留在乡下的小孩子呢 也缺乏 优质的 教育环境 所以变成都是隔代在 带 小孩子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 他也变成 缺乏 父母亲的 关怀 隔代的这一种教育 又会形成教育上的一些 落差 所以就会形成 形成 乡村 逐渐的 没落 这是 全国各处 形成的普遍的现象 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们的生态村 跟一般会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有很多 很多人 来参加课程 或是外面 一样有不少 专家 或是一些领导 他们会到我们生态村来参观 甚至国际国外的也会有人来参观 像一些企业界的 企业家来参加课程之后 到生态村 来参观 很多人他们会发现一个 就是让他们很惊讶的现象 因为在他们印象中觉得 乡下这个生态 这个农村 农村 乡下 不是都是老年人吗 为什么我们的生态村 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为什么我们的生态村 会有这么 这么多的年轻人 所以 几年前 像纯安电视台也报导过 还有 中央媒体 也做一些报导 为什么我们的生态村 会有这么多年轻人 愿意在那里 来做 这个就是 他有特殊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生态村 有文化 大家可以学习到优质的文化 学习优质文化之后 大家重新来认识 生态环境 对我们 生命的重要 大家学习的优质文化之后 体会到 原来 保护好生态环境 这是 最重要的根本 保护好生态环境 人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所以当他学好优质文化之后 他那种使命感 就 产生出来 这种使命感出来 他会超越一般人 只是想赚钱的那种层次 他会觉得 钱方面 那是次要的 怎么样实现我们心中的那种理想 怎么样实现 我们的使命 而这种理想 跟现实 又要做结合 如果光谈崇高的理想使命 但是 你生活上过不去 跟现实脱节的话 那也是不切实际 所以 这个生态村 自然农法 他就能够 结合 现实跟理想 现实方面就是 当我们 学好自然农法的这种农耕方式 当然 你前面有优质文化的课程的 熏悉之后 你那个兴趣使命感逐渐出来 你就会去克服 不会的 你会去学习 为什么 我们的生态村跟 一般乡下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如果他们没有学习 优质文化的话 一般老农民 一般老农民他们就是认为 那个在乡下就只是干出众的农伙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就是为了三餐 就这样 没有什么理想 没有什么使命感 变成 只是 一头老牛 在那里工作 这个是一般的想象 但是 你学到 优质文化之后 你就会觉得 原来 原来我们的生命 每个人生命 是来自于大自然 原来 大自然才是真正我们生命心灵的家 生态村 他能够让我们寻到根源 找寻到生命的根源 也了解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了解宇宙天地的真理 这个就是你有学好 学到优质文化之后 你对于万物的看法深度广度跟一般农夫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像我们以前我们一样有 有个老农民 他 学了我们课程之后 然后重新到田里面工作 他就说 他以前在乡下工作几十年 那时候他已经六级六十几岁了 他说他以前在乡下工作几十年 竟然不知道 土地 是 有情 土地是有机生命体 工作 在乡下工作几十年 不知道 土地地球 就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所以都不懂得感恩 只觉得 那是消耗劳力的工作 肮脏污染的工作 而不知道 原来土地 土能生万物 地可发千想 一般农民他 不容易体会到 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学到 当你学到优质文化之后 你的做法 你的观念 你会改变过来的 你从你会重新思考 生命的方向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当你重新思考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能够住在乡下 住在生态村里面 这是非常幸福 这是非常大的福报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那你在生态村里面呢 你 尤其是面对世界各种极端气候 还有重大疫情 冲击 世界各国都进行严格管控情况之下 你看 生态村 他的充耐抗力 那个抗压力最强 他的耐冲击力最强 住在大城市里面 你的所吃所喝 全部都要靠外面来供应 而住在生态村里面 你就算隔离几个月 隔离半年 隔离一年 在生态村里面 他都可以很安然的生活 在都市里面 你只能够隔离在一个小小的社区 更严重的话 只能够隔离在家庭里面 在生态村的话 你在外面在隔离 你一样都可以到田地里面 到户外 到田野去工作 去跟田地大战连接 外面如果断水断电 好 大家就恐慌了 恐慌了 但是在生态村里面 他依然可以很好的生活 在生态村里面 大家可以呼吸到非常新鲜的空气 喝到非常好 水质很好的山泉水 同名鸟叫 天籁之音 他都能够帮助我们 修复我们的身心的疲惫跟受伤 所以在生态村里面 你是 享用很多大自然给我们的非常丰富的资源 是很富有的 所以 你只要有好好的校功夫 学一场道德精妙节这些课程之后 还有学好 如何构建文明生态村的重要 有到生态村里面实际去考察 你就会重新来体会生命 那种价值观会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还有很重要 你会清楚知道 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一般人 读到大学毕业 硕士博士毕业之后 在都市里面找到一份工作 他过的是 朝九 晚五 甚至九九六 这样的一种上班方式 他本身就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人 他是在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跟他的现实生活是脱节 他工作只是为了赚一些钱 然后希望过他想要的生活 但是理想跟现实经常是脱节 他赚了一些钱 可以满足他的一些现实物质上的欲望需求 但是他的精神上还是一样空虚不安 所以要知道你在都市里面你赚很多钱的这种工作 他往往只是一种工作 赚钱的一种工作 他不是你真正生活 生命所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在生态村里面就不一样 那是一种生命的优质的生活方式 过着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工作 快乐的工作 快乐的学习 与天地融为一体 从生活中 从工作中去体会宇宙的真理实相 体会生命的实相 他的生命不断在开悟 不断的在开启 不断在提升 这个就是一般生态村 跟一般乡村 一般农村 不一样的地方 好好去体会 你真正用心去体会之后 你就会体会到 哇 能够有生态村 可以生活 那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OK 好 我老师晚上好 看到总是让我看到很温暖的样子 非常感谢你 我的问题是很不幸我刚才的你讲的那些正好意证了我 你讲的一个人在城市里头 努力的工作 然后整天这个忙不能的那种忙碌 恰恰你把我这个角色都给在刚才的那段描述里头恰恰就是我 所以我那样困惰的一个问题是 当我来到高心灵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深刻的能够开始体会到 就是我自己对生命的一些需要 这个精神善的天文合一的生活的相 这的确如您所说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有两块地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我没有地 但是孩子就是我的地 这个我现在在想 我们刚才也听了李安这个生态村的分享 特别的那么多的年轻人 为这个乡村注入了他的活力和生命 我看到我自己都非常感动 但好像他并不太欢迎中年人 就是像我就抽家带口 然后我现在看到的生态村里头 好像很有很少有我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一个中年人待着俩不大不小的我念小学 我来到生态村我怎么办 第一我在想 我的小孩现在如果我把道德经给他 只学习道德经 然后对他的生命和未来的影响 因为我毕竟去过城市 我回到农村 可是我的孩子 他未来该如何融入未来的生活 这是我担忧的部分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尤其延伸来 就是公元民民 问题一个一个来 好吧好吧那就先这个问题 麻烦帮我解剖 好 现在的小孩子往往都被局限在城市里面 生活学习 所以现在小孩子他们的活动空间是更小 接触大自然的时间更稀少 所以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他脾气会很浮躁暴躁 还有为什么会逐渐的形成那种反抗 叛逆 因为他们的空间很小 像我前段期间我有回回老家 再去过几天的生活 当我回到乡下 看看我们以前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这么样的广大 虽然是在乡村 但是我们小时候 我想在座的还有我们线上的很多家人 小时候都在农村长大 当我回到乡下 我就觉得乡下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这么样广大的地方玩游戏 家家户户 小孩子可以一起玩 不用大人的看护着 乡下也没有所有那些绑票 大家都是过着真的就是类似命运共同体 然后乡下是这样的广阔的天地 想想对比在都市里面 你要买个你要在二线城市 不用说到一线城市了 二线城市你要买个100平米这样的一个房子 你表面上好像我们买一个房买一个房子 然后可以过很安定的生活 但是要知道你要做所有的房奴 几十年的房奴奴隶 还的工作是为了还那些贷款 而小孩子又是局限在生这么样的小小的客厅居家环境 比起我们小时候到处奔跑 那真的是小多了 所以事实上如果以我现在 我会尽量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尽量让小孩子能够在 就是在更广阔的环境里面 更宽广的环境里面长大 而不是在局限在一种小小的地方 而小孩子那怎么让他们 能够健康快乐的学习成长 而不是把他们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面 要逼他们的考试成绩 一直的逼他们的成绩 如果只是为了考试成绩 一直逼他们精进用功 后面他们的反弹力就会很强 人本来就是属于大自然之质 我们本来正常就要在大自然环境中长大 那是我们的根本 所以你现在怎么让你的小孩子 能够多接触大自然 多接触大自然 像线如果可以的话 事实上我们如果要上班的人 我是建议你不要把居家买在城市里面 你可以买在郊区或是在附近的乡下 因为现在的话通车 你一个小时这样一个车程算是很正常 你在比较乡下的地方买房子 一个是价格便宜很多 还有小孩子可以活动的空间很多 不用一直要把小孩子要往 什么一中的 什么明星学校送 不要为了考试成绩 你如果只是一种考试成绩考量的话 这个小孩子他会被逼得很痛苦 家长要让小孩子身心灵健康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而不是只是要一直要求考试成绩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小孩子他可以在更广大的环境 活动空间里面长大 让他能够多接触大自然 让他能够多学会为人处事 有创造力 有佛力 能够具有耐抗力 能够接受挫折 能够接受失败 要学会为人处事 而不是关在城市里面 然后就变成只是一直在那里使读书 要求考试成绩 如果家长能够突破这方面的话 那你可以让小孩子真的很健康快乐的成长 你如果住在郊区的话 房价便宜 活动空间大 小孩子他 尤其现在 因为现在的网路方面 那个你就算我们住在生 住在生态村里面的人 他们对于国际的资讯讯息 我也说住在城市里面的 现在这个网路的资讯 乡下跟住在大城市里面 所接收的都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 尤其现在更有这种网路方面的普及 我觉得住在郊区或是乡村 这是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小孩子也会更好的成长空间 OK 谢谢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我当然还是比较喜欢咱们这个生态村 那小孩子过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态村可能周边没有配套 但是小孩子他可以更多的学习到道德经 那除此之外 因为你需要很多的其他的支持支持 那可能暂时我们生态村 没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其他科技的支持 那我的问题是未来孩子最终是要长大 长大完以后 他该如何面对我们现在曾经的西方工业文明 几百年代给人类的价值 他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是应该是积极拥抱 还是中立 还是保守 这个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也包括我们生态村 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代表我们人类的这部分价值 我们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到很多高科技的电子设备 当然我们生态村也在进行着很多的环保 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中间之间取舍 或者它的边界应该在哪里 谢谢 这方面这个就是你如果能够好好的深入学习道德经妙节的这个课程 还有我们这个生态构建文明生态村这方面的这个课程 你能够好好的去消化去学习的话 你慢慢就会知道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核心 什么是次要的 如果你没有深入去学习这些课程的话 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会是很世俗的 以金钱为考量 就像你们这个课程一开始我有跟大家提到的 联合国秘书长也跟世界各国提出严重的警告 希望世界各国不要再把经济成长放在施政的核心 因为世界各国一样都是追求经济的成长 联合国秘书长也提出严重的警告 如果人类再以经济成长追求经济成长为核心的话 这个世界将会很惨 后面的灾难不断 人类的文明可能会形成毁灭 这就是人类要提升 我们要从西方他所发展出来的这一种工业科技经济资本主义 挂帅的这种情况他带来的优点哪些我们也客观了解 但是带来的副作用弊病 我们也要客观的了解 一般人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那一遍 认为说这一套经济为主让大家都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 能够吃得很好 生活各方面都很好 一般会只看到这个层次 而不知道人类的这一套架构是牺牲了多少地球的生态环境所换来 那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就是杀鸡取软 饮症止渴 它是没有未来性的发展 这个就好像国际间有一些政客 他们操了这是眼前短暂的利益 我怎么样让一些得到更多的选票 他要得到那些选票他就要讨好选民 一般选民就是很现实的 你给我多少利益 所以一般的政客 他为了选票 他就是只有讨好选民 他没有那种长远规划 所以他不会去考量那些严重的后患后果 但是如果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意识一直被这种 这种势力所引导的话 那人类就是导向大灾难 人类变成盲目的往前冲冲冲 冲到后面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大毁灭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客观的去了解 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怎么样让他能够益处多 弊病后患能够越少越好 这个就是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也要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敢承担 有魄力敢承担 不随着世界的主流意识走 而能够走出真的永续经营的道路 而不是不顾一切后果 只为了现在过上很好的生活 现在国际间很多他们那种考量 就是为了现在过上很好的生活 而不顾一切的严重后果 把后代子孙的资源都挖来压榨来挥霍 所以真的我们不能吃煮中饭断子孙路 我们怎么样寻求永续经营 这个就是我们要静下来去思考 这个是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所以我希望你一样要把这种宏观的格局 长远的思考眼光 这个要要有 不要像一般人只考量眼前短暂的利益 OK 好 最近的郭老师您好 好 我很感恩在这里有浸泡了一年的学习时间 然后最近这几天也不断在思考 内在的那种动力又出来了 所以计划明年想去行道 继续做之前的推广工作 现在就是有两种选择在打架 然后第一种选择就是 因为在此浸泡了这一年 越来越喜欢乡村的这种生活 所以就想去 就习惯了就想去 明年想去 要不去建德那边去行道 一方面自己能成长 继续在那里成长 然后孩子也能在那里上学 两成其美 但是另外 建德 然后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因为今年 郭老公工作的变动到了长沙了 然后就想了 要不要考虑在长沙的郊区那边 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一样 在郊区那边弄套房子 完了以后一边做赌输会 一边在诸围的乡村 就像我之前在太原那样子 做那种自然农坊 然后在那边去扎根 所以现在我现在 在这两种选择里面有点搭扯 想请郭老师能够帮我支点下明灯 谢谢你 第二点 第二个选择 你说是到哪里 今年到了湖南长沙 这方面 我不会跟你一个具体的答案 而是这个选择 我是希望你自己来做考量选择 你要在建德那边 跟大家学习 也跟大家一起来推动 这个也非常好 如果你要另外去发展 这个也很好 如果以我的建议的话 以我的建议 你可以再跟大家在学一段期间 在学一段期间 把理论跟实物 再做更多的重拾 还有更多的进化 提升 可以慢个一年 再去独自发展 这样的话会更好 OK 我刚刚 郭老师 好 因为我们一般人懂一些理论之后 我们怎么样把理论跟实物做结合 还有你跟大家有多做一些连接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的深化跟成长 好 来 曾经的郭老师你好 我是两年子学员周军 好 这两天学习 多天学习 借求我的母亲 包括生命的网络 包括也是这两年的文师 包括我们基金营 我想就是说有些体会 我就想就是说问一些生命此相的问题 就是说当我去体会到就是说像天地父母 集水果空空 这些在支持我们养育我们的时候 就是说去体会到那个爱的时候 真的我们我就是去细细的体会 就是说包括这些火 这些岩树 太阳这些岩树 这些就像您说的 我们所有的能量都是来自于太阳 我去体会到它无时无刻 包括我们人数化各种就是说人视为 都是来自太阳的能量 然后慢慢的就是说这些元素 所有的元素 它都是无时无刻都是和我们的身体 在交换着 然后这些能量就是说 因为我细细去体会 去感受 就是说这些元素 所有的就是说 虚空中好像都有这些元素 包括地水果空空 然后这些元素的话 它就说包含在这个虚空当中 然后就说 因为就是说包括太阳 它也是有自爱的 它有三个 它有和就是说智能互换 包括能动什么的 包括造化成能量 就说这一块的话就是说 我去体会就是说包括自己的身体 包括这些有自爱的东西 它都是因缘聚而生 因缘变而变 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去掌控 然后提不到这些 然后再去看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 就是说那些心理上面 包括就是说那些自我的里面 那些东西都是说包括自己的思想 想目想起 包括一些自己的 等一下你要简洁一点 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些 这些就是提不到这些东西的话 我刚说的这些体会就是说 那个虚空中是有这些能量的 不是有这些能量是这样的吗 对 然后就是还要去体会就是说包括我们身体和心 就说心灵这个词吧 就说自我吧 他就说这个思想他都是说就跟我们 就说 等一下我想一下这么表达 就说都是因缘去而生因缘变而变的 就说这样就说去体会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去体会 就说然后在体会这个空的部分来到 然后安心自在 首先就说来感受先感受天临父母那种大爱 然后话题就是说感受那种爱去发起来这种自卑 那种缺爱那种感受 对 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体会 道是什么 天地父母是什么 不要把它变成只是一个明相之鉴 而是要用生命去实际的去体会 原来我们真的就是浸泡在道里面 原来我们的生命真的都是天地父母在养育 当你真正深入去体会之后 用心灵去体会之后 你自然就越来越安心 越自在 你真的这样去体会安心快乐喜悦自在 那个比你去赚到几千万几亿都更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体会到我们的生命跟天地 大自然的密切关系 天地父母是什么 道是什么 为什么说道不可虚以理 可离非道也 遭闻道 细始可也 所以这个就是要具体的去体会到 但是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体会 我们进一步是要把我们神圣的生命唤醒过来 把我们的清静的生命唤醒过来 活出生命的神圣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那这个过程就是要去认识体道悟道行道 前面那个是体道悟道的过程 我们体会到说我是浸泡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天地父母在养育我们 我们内心会充满一种喜悦跟感恩 这是一个体道悟道的过程 在进一步呢 你能不能把生命神圣的生命唤醒过来 然后用道的心灵品质 学习着用道的心灵品质去服务去做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如果我们没有练习去做出来的话 其他都只是空谈 知见 所以要练习 进一步要练习去做出来 OK 好 一般人学习道德经 一般人学到修道最大的问题就是 往往都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见 或是只是一些觉受 而不是真正去练习的做出来 你没有真正练习做出来的话 那你所知道的所体会人都只是一些抽象的知见而已 一些觉受 你的感受 会变成 有时候就变成自我感觉良好 被自我欺骗 然后又变成冲向到另一个方向 展现我慢 而不是朝向回到日损的方向 所以希望大家观念之见要正确 要虚心学习 不要得少为主 要练习去做出来 OK 好 再来 好 不好意思 我是新学员 我是李长安 其实不容易也是一个姻缘 一个朋友车后走了 然后感到生命的无偿 后来就就自然做了移工的回忆 后来和朋友和一个第一个同事让我下去做实力贸易 那就一二年的时候 决察了做一个转变 然后就一直在摸走 就是摸去石头 再走 然后也在实践 那16年参加过在清朗国的自然文化的联系 这一次也是因为现在在江苏这个学校 这个华德国的学校 然后也担任了一年的龙根老师 因为现在有一些动荡 所以也在考虑怎么样走出去 然后之前也是交了很多学队 包括听了那个之前跟那个杨诚华老师也认识 然后他的分享之后 然后又进入又点心了我 然后把我之前的一些走过的路 做了一些回顾去感思 然后怎么样再继续的更多去走下去 因为有的时候在遇到一些想放弃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因人又来支持 或者又去持路 然后现在想问的问题就是 这种就是这个心就是要朝哪里走 有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理性的一些去干扰 在这个时候也知道要静下来 静下来就是有的时候 也有很多远程 因为在暑假也到国庆以后三个月 也出去扩展了很多基地 然后也想去寻求一些合作 主要的是这个价值 这个理念是不是理智是很重要 然后今天跟杨诚士也谈了 就是觉得很多地方都有点契合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也知道就是这个健康 然后这个心态也是很重要 然后包括饮食和运动睡眠 后来我就仍要活这个层 只要放弃一些东西之后就是有 新鲜的空气健康的水源 这个饮食有这个阳光就是就能去生活 然后就是就是很简单 然后怎么我是继续 因为现在在学校那边有分一亩三分地 然后也自己改造 暑假也装修自己能够夏丁 装进了一个房子 呃现在也在观望那个这个学校的一个变态 其实也守不下这些孩子 然后呃 呃这个学校如果是 一旦这个解散了 这个会有这些家庭 其实他们有各种东西 其实觉得也是自己内心 也是有点 嗯 呃难受的那种感觉 但是为了想要去利益更多的人 就是还是呃想要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去呃发挥这个价值 现在就是呃 在遇到这个绝合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是呃也需要贵人去指引 然后就想呃 郭老师能不能再给指点一下 现在怎么要更好的去 呃做这个选择 然后让呃 呃 因为之前也收到一个天策礼物 然后是一个 我也身在身的一个蓝图 今天跟郭老师也分享了 然后呃 呃有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把这个图提供带来 然后去看呃这个图 然后就把我更多的动力 感恩 呃 苏苑这边那个声音都会断断续续 啊 有没有断断续续 我这边听起来是我这边的情况不是很理想 那个都会有一些断断续续这样 好 好了 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呃 你现在 你现在几岁 你现在几岁 现在呃 37了 训续38 也没有成长 哎 好 那你接触我们这些课程 你有专心深入学习的时间 大概多久 有多少 呃 就是有网上一些课程 网上也可以听 然后 好 我可以在学那个 寡论就是 因为是呢 呃 在不迟的子青 农场 这个 好 我现在 给你一个建议啊 呃 生命要放在哪里 要在哪里发挥 那个方向感 你现在还没有出来 啊 如果我对你的建议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急着往前冲 因为 你现在的 对于 道的智慧 现在还很缺乏 你现在如果急着往前冲 你只是在数的方面 技术的方面 因为你还没有学到智慧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给自己有一点的时间 好好的深入学习 好好的深入 把我们这些课程 你认真的用心深入学习 深入学习之后 学当一方面学习优质的文化 但是这些优质的文化 不是一些 只是积累头脑之鉴 它是让你生命活过来 让你能够 学到智慧 你要活过来学到智慧 你才会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怎么选择 你才会有那种方向感 一个人如果能够 找到他的真正的兴趣 使命感 意义 生命的意义 能够发挥出来的话 那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他会觉得我做什么事情 再怎么辛苦 因为那是很有 有兴趣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再怎么辛苦 他都会甘之如矣 那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 他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些 那种意义使命感出来 这个是要有智慧 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不要急着往前冲 要如果可以的话 给自己有一点的时间 好好地深入 学习 把基础打好 学到了道的智慧 学好道德精妙节的智慧 学好生态文明课程的智慧 你清楚 你的生命的方向感才会清楚 以后你就会清楚知道 我要怎么选择 我要做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你生命你就会很踏实 ok 好 好 谢谢 董老师 谢谢 董老师 晚上好 好 我叫王连 来自湖南 我是短期班学员 就是参加这个 生命的工程 和这个智慧 我觉得到这里学习 真的是抓住的地方是太好的 但是我就有一个困惑 我学习了这个 道德精和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 我回去了 怎样才能不耗为人师和我 我师母雷我所请老师给我指点 谢谢 因为你现在刚接触没多久吗 歇了两年 到这一点还是第一次来的 到这一点高兴年还是第一次来的 对 对啊 我讲的就是你跟团队 跟大家的这个学习很短啊 对不对 同样我是希望你把你的生命的基础要打好 要下功夫要扎根 一般人他 如果你没有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 你有没有那种喜悦性 有没有敬业的精神 有没有真正有兴趣 你这个都要仔细去思考 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有没有意义 你这个要都要静下来去思考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学到智慧 我们怎么样边做 自己也不断在成长 也在开启智慧 不是盲目往前冲 不是一个机器人 也不是一个老牛 啊 所以希望你一样要有 找时间找机会 让自己能够有一段期间 好好的栽培自己 教育自己 如果你生命还有一些迷茫 生命还有一些迷茫 或是你 我现在是跟全体家人人力的 如果你觉得我生命还是有些迷茫 那个兴趣还没有提升上来 这个就表示 因为你对生命的方向感 还没有清楚 还没有清楚 一样你要以学习 栽培自己为优先 认真的学习 栽培自己优先 那这个阶段并不是自私自利 而是要栽培自己 让自己有实力 有智慧 以便可以做更好的服务 所以 不管你年纪 多大 同样的 如果没有好好的栽培自己 你根基就是不稳定 你还是一样会迷茫的往前冲而已 所以都希望大家学到智慧 希望我们线上线下 全部的家人 大家能够学到智慧 所以 要好好地栽培自己 让自己真的有智慧去判断 我们要做什么 而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你做起来有意义 又很有兴趣 坚持做下去 以后一定会成功 但是 这个是建立在你要有真实的实力 智慧 所以要回到 好好栽培自己 好好栽培自己 好 好 郭老师好 好 我有个简单问题就是 我发现自己有社交恐惧症 这个怎么破 社交恐惧症 怎么破 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是希望你可以的话 你要写出你这个社交恐惧症 你的原因 来自哪些原因 有时候 你要静下来深度去探讨 因为你没有深度去探讨的话 你会变成只是在治标 你希望你找个时间 能够深度去探讨 可以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 这个真正 你要深度去解析真正的原因 有哪几点 好 然后 我们书院也有几位 可以做心理辅导的 请他们帮你 因为你这个 你深层心灵里面一定有受伤 会被打 或是被打压 有受伤 才会形成这样的情况 这跟原生家庭 也都会有关系 这方面要先去探讨原因 才能够来到说 怎么样去化解 好 我是希望你现在 有一个开放的心 愿意虚心学习 愿意如实面对自己 因为有很多人 那种劣势有这种社交恐惧症的人 他不愿意把心打开 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如实面对自己 不愿意去讲出真正的原因 那这样的话 很难解决根本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找我们书院几位干部 或是助理 或是几位老师 来协助你 那当然你可以把你深层 你去探讨解析 会形成这种情况的 可能的原因有哪几点 你把它找出来 你能够化解的就去化解 不然的话可以找我们几位老师来协助 把这些问题一一找出 然后逐渐去化解 再来 这是从也是从根本来找出原因 那你要化解除了请助理老师来协助之外 你好好把道德经庙节这个课程 你要用心深入去看个两三遍 很多方面 你也可以自己逐渐的去帮助自己解开一些解辅 解开一些解辅 那你这两方面去做了 你就会很明显的逐渐的突破成长上来 OK 好 好 先这样 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这殊胜难得的机会 因缘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好好的深入学习 不管我们现场的有一连制或是两连制的学员 我希望大家随时都是一个开放的心去心学习 让自己无限可能的成长 不要想说我现在已经两年时间到了 我要毕业了 我已经学得很好了 我怎么样了 如果自满的话很容易会又是障碍自己的成长 所以希望大家随时都是一个开放的心去心学习 让生命无限可能的成长 好 祝福大家 好 再见